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方选手是来自希腊的杨尼斯布吉斯 然后这个杨尼斯从小就喜欢看李小龙电影 然后涉略了很多武术 然后呢近年曾经战胜宋老乔嘛 过去 然后拿下武林方就是金腰带 然后呢刚刚就是击败了钟威鹏 未免成功 蓝方选手来自塞尔维亚的扎干斯莫萨 绰号少林小子 哇一说这个脚好重啊 而少林小子扎干在刚刚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刚才扎干战胜了宋少秋 他是拳法稍微表现得比宋少秋好一点 但是宋少秋那个惊天一腿啊 让那个我们的扎干 左边的肋骨留下了一道的很深的这个刻印 是的 好在这个第二轮里面看起来杨尼斯打得更顺哦 是的 不过我相信这个还不是杨尼斯最好的状态 也难怪宋少秋说他状况有点下滑 尤其呢最后要面对这个穆瑟夫 刚刚那个鞋子太猛了 哇太厉害了 这两位如果以现在目前的状况 恐怕待会很难去打败穆瑟夫 哦漂亮 其实这种节奏啊就看起来很舒服 你来我往向跳恰恰一样 对 好继续 这个两根拳腿都打出自己的节奏 跟自己的风格 很遗憾的是 乌林峰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争夺 是 半决赛 我们中方运动员就已经全部被淘汰了 没有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非常可惜 我们也看到了和这些外方运动员的差距 我相信输了没有关系 大家从比赛当中去总结经验 对自己会 对自己的提升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们后续还有搏击世界杯啊 哇这很大的挑战 对 这是我们下半年最重磅的比赛 从6月29号开始 就正式拉开了大幕了 收集了中外各大赛事的冠军 对 16位顶尖高手 他们已经这个抽签完毕 对阵呢 已经 已经向大家公布了 好再把他传下来 哦 这少林小子 很厉害连续的一个组合进攻 组合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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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八冠哥 八冠哥 八冠哥 杨尼斯 也不赖 而且他个性非常好 因为大陆喜欢找到拍照 来者不拒 都笑咪咪的 那相对的少林小子是比较沉默一点 对 这是两位的第一回合的比赛 好 好 确实杨尼斯 没有之前我们看到的那样的状态好 对 也可能是他 稍微下滑一点这个力量 对 你的力量跟速度就下滑一点点 好这个是蓝帮的教练 这个身高又超过一米九 好壮啊 好 控制腿之后呢 再来一脚 武林峰联合腾讯新闻急速版 为大家准备了十万现金股包 只要扫描平衡下方的二维码 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临时哦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这个开始第二回合 我们的扎根要开始叭叭叭了 对 要把他力气跟节奏打出来 开始有变化了 哇 所以刚刚要对扎根队两类的攻击 是带了一个换架的一个步伐 开始有些变化了 那相对来我们的杨尼斯的反击跟进的稍微慢了一点 对 所以看起来蓝方的扎根在第一轮是有保留的 对 那扎根这种进攻的习惯呢 是我们练拳的这些朋友可以好好去去学习的 对 就是出拳就是要把声音给喊出来 嗯 而且那个节奏感重 对 也有 而且其实你鼓完气之后啊 这个位腹枪那边就是比较没有空气的存在 人家打到你同时呢比较不容易差击 这是一个重点 哦 两个人都在抢时间 他在抢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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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杨尼斯想把少林小子逼到角落 但是少林小子非常的灵活 是的 而且少林小子这个打的整个的都很轻松 是 哦 其实少林小子手太长了 他往后打就打到肾脏那个地方了 哇 又开始用双手 对 用双手控制对手 哦 这摔得好大力啊 这个摔得挺重的 是 我觉得蓝方这一招蛮有意思的 好 一般呢都是在近身的残暴时候才会用这一招 去控制对方的手 让对方不能出拳 他在远距离 他就夹是对手 好像大龙虾一样 手臂长吗 对 对 很有意思 哦 又开始想抓这个 抓我们的杨尼斯的 因为我们这边限制嘛 不能双手估紧嘛 但是没有说不能双手估手 哈哈 哦 这个锡起得蛮高的 好 现在杨尼斯的拳 他的刺拳开始放松了 哦 注意一下 还有十秒 是 双方打得好凶 哦 有的不爽 有机会 哇 最后的这一段太精彩了 是 这有点吃饭 有点对这个 被这个铃声救到的味道 对 湾南卫视淘宝 官方商城上线了 看武林峰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五分六 参与红蓝 这盈精彩 这有机会抽最高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再现金五包 帮你清空购物车 更多商城品质好货 特尼来选 好第三回合 好 那话说 在刚刚第二回合 我们的 杨丽丝 展现了我们的 武林峰 洲际金腰带得主的威力 对 其实我们的 武林峰的金腰带 蛮重的 是的 她说一次 她拥有九条金腰带 如果全部九条背在身上 其实可走不动啊 很重的 好 那今天她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拿到那条绿色的 绿色的 世界金腰带 是 好 现在回到场上来 哇 这个杨丽丝 两个人都打得好坚决 这是运动员的这种 斗智 对 而且她们都蛮累的 因为已经打了上一场 都打三回合 是啊 如果晋级的话 还要下一场 而且中间 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很短 很短 尤其刚刚穆瑟夫打太快了 对 对她们来讲 真的是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对 把她们休息的时间都在压缩了 那今天最舒服的就是穆瑟夫了 自己的体力消耗几乎好一点 是的 好 我们再给她讲一下 她的少林小子怎么去反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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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丝又开始甩手套了 开始甩屁股了 好 开始笑了换架 面对这样的状态 这个榨盖要小心啊 对 杨丽丝很有意思 她总是在后半段才会去 呃 全部的发力 是 而且是放松 对 放松 当一个运动员敢放松的时候 就是代表她已经吃定你了 是的 你看 那是比较可怕的时候 是 你看 绕到你都不知道我在哪边呢 但是这个扎干 也是英雄初少年 也是不简单 对 两千年出生的少林小子 是 那么这场比赛 是这个姜还是老的大 还是这个 还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少林小子 看他的完美战绩 对上我们的周继 今天要在得主 不知道会不会被破功 对 哦 好凶的少林小子 好凶的少林小子 看起来杨丽丝虽然放松 但是呢 他的体力好像是比较下滑了 是的 好凶的 好凶的 现在时间剩下多多了 现在扎干非常冷静 找机会 够称其有清晰的命中的杨尼斯 十秒 到底是谁晋级 一、二、三、二、三、二 最後一招 這個難題又留給裁判了 誰能夠晉級到決賽當中 誰要來跟穆瑟夫打呢 那蔡老師這樣說的話 好像穆瑟夫就鐵定能晉決賽了是嗎 我覺得那狀態真的是 你好像是比較看好穆瑟夫 對,因為狀態比米切好太多了 但是米切也是一個這個怪招不斷出現的 也不好對付我覺得 我們待會兒再看一下 也不能太武斷對不對 對呀 可以給米切有一些面子 給他個機會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一號裁判 二十八 二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九 比賽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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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